蒙華永會資助《名歌社》主辦 《生之中 死之詩》計劃啟動禮奇通識講座 現在正式開始 《人生》了很多事就等到 他要發生的時間後就要來到 所以我們隨時要做好心理上的準備 還有很多時候人生很有趣 當你很開心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突然之间有些令你惊喜的事会发生 可能这个就是人生 我们就要学习在任何时候 作最好的态度去迎战生命里面的种种挑战 当社会里面就会说到自杀 或者伤害自己的风气可能都越来越严重 有些你会觉得很无谓的 可能被妈妈骂两句 就是被老师骂两句 或者跟同学吵架 就是有些过早拍拖 可能跟男女朋友吵架 接着就选择轻生 有时候你觉得很好笑 我想如果他给一些时间冷静 可能他都知道自己一定这样的决定是很错的 但很多时候人就很冲动 所以我们希望有多些抗疫大使 就是帮大家建立一个健康一点的人生态度 去面对种种的挑战和冲击 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体会 我们希望这些体会能够帮助大家 更加明白怎样去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 能够采取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态度 我们华为某在1991年开始 每一年都会透过一些慈善捐会计划 去支持本地很多的慈善团体 推动一些有益的公益的社会服务 2009年我们就新增了《生死教育》这个主题 就是希望帮助社会人士去反思生死 珍惜生命去广告一个积极而且快乐的人生 由《明光社》主办 我们华永会资助这个新资终成知诗计划 其实就是想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帮助大家去反思生死 也希望培养在各位抗疫大使 把积极人生的风气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华永会非常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投入在活动里面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参与他当中 其实真的觉得很开心 希望你们能够投入在这个活动里面 并且肩负在你们抗疫大使的使命 将积极人生的风气推广出去 所以这个就给我们 我们今天不是说宣传宗教 但给我们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原来人当自己已经是活尽活好了 其实他是不怕死 反正就是身边的人就怕 例如那个将要死的人很奇怪 如果他死得自然那种 其实他不怕 心中他很知道一个盼望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生之年的时间 我们就不需要加速 令到死亡的内落 顺其之言 好好享受 现在我们能够活的时间 热爱生活的每一个过程 就等于我们做好每一件事 做好我们每一个的崗位 还有要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做好它 做好它 我们就会做好我们就像人生放学一样的 死亡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完成了一天繁忙的生命的学堂 一个学习 好像落行的打打钟落行的人 人生是一个旅程 我们就像去弹奏一首的歌一样 这首歌呢 每个人的生命呢 其实都是一首歌 你的生命是一首歌 我的生命是一首歌 每个人生命是一首歌 这首歌呢 我们要好好去演绎 不是要唱完这首歌 对不对 这首歌 可能要唱是有关联合 可以当是 譬如一首普通歌 又唱三四分钟 我可以当人生就是一首歌 那我们就唱完这首歌 那大家想想 其实唱歌呢 每个人的唱歌 用的乐器 用的伴奏 各样又不同的 我们就不需要和人比较 譬如你唱的是时代曲 你唱的是古典音乐 你是用钢琴的 你是小提琴的 你是用吹口琴的 甚至你是清唱的 没有乐器的 其实都没所谓 活好我们的生命 活好我们会时会刻 但仍然面对死亡的必然 我们也不用太过忧虑 但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 要加速死亡的来临 因为尚其自然 但要保养好自己身体 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 这八十年九十年的时间 能够好好享受 做物者 给我们做人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 希望我们今天 便利到大家 每位同学 我们也将这个的 智慧 将这种体会 带回到学校 和你的同学仔 一起去分享 鼓励大家 我们作为一个快乐 勇敢 而有盼望的人 信念 一些硬正的信念 这些信念 是可以帮助你 去度过人生 大小的风浪的 人生的很多信念 是支撑着你成长 支撑着你很多行为 来到去发展你 好似树木里面的根 你平时看 可能是树木里面的树叶 果子 但是你看一棵树 你从一棵树的表面 或者和一些树叶 你都知道 你都看到这棵树是枯残 还是有生命力 是不是 去找一些 你自己人生的一些党羊 或者是师父 每个人找的对象不同 有些历史人物 有些歌手 有些名声 但是找一些正面的 找一些他能够激励你 鼓励你 甚至你想起他 是觉得自己 是可以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有一些说话 或者他有一些做法 他有一些生活的精神 是在帮助你的 然后叫完口号之后 我们一起解开那个节目 好 那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吧 解开心结 一起来吧 一二三 解开心结 珍惜心微 珍惜心微 好 好